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大选深娃娃节目。 在这场激烈的2024年总统竞选中, 副总统卡玛拉、哈里斯与前总统唐纳德、 特朗普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。 最新的民调显示,虽然哈里斯在支持率上小福领先, 但选民的士气却低迷, 四分之三的可能选民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, 超过六成的人对候选人的选择感到不满。 特别是在爱荷华州, 哈里斯与外地以47%对44%领先特朗普, 这一变化让许多政治观察家惊讶, 因为这个州在过去的两次选举中都是特朗普的天下。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,赛局变得更加白热化, 两位候选人都在全力以赴争取摇摆州的支持。 选民对经济状况的普遍不满使得这场竞选充满挑战, 尤其是对哈里斯而言, 他需要找到区分自己和拜登政府的方式。 特朗普则在其核心支持者中获得强烈的共鸣, 但他也面临着来自哈里斯增长的女性选民支持的压力。 在这场大选的关键时刻, 每一位选民的选择都将影响美国的未来走向。 无论结果如何, 这场竞选都将成为历史的转折点, 让我们共同见证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。 选举日益临近, 然而整个国家却笼罩在一片低落的情绪中。 这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一个周末, 选民们的士气却一如既往的低迷。 根据ABC新闻和Ipsos共同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, 四分之三的可能选民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, 而60%的选民对卡玛拉、哈里斯和唐纳德、 特朗普之间的候选人选择感到不满。 哈里斯在民调中以49%对46%的微弱优势领先特朗普, 自去年夏天接替桥、拜登以来, 这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变化不大, 显示出美国的政治激化依然存在。 提前投票的选民中, 56%支持哈里斯, 而38%支持特朗普。 然而, 这一数字较上周的62%对33%已有所下降, 对民主党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。 选民对经济状况和国家方向的不满情绪与日剧增, 反映出在拜登政府时期经历的40年高通胀对民众生活的深远影响。 42%的可能选民认为他们的经济状况比拜登上任时更糟糕, 这一比例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高达78%, 这种经济失落感深深植根于政治观点的差异之中。 同时, 德莫英注册报和Medicom在爱荷华州的最新民调却传来意外消息, 哈里斯在这个向来是共和党堡垒的州中, 以47%对44%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。 这一变化让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感到不安, 并迅速发布备忘录反驳, 称此数据为明显的异常值。 特朗普曾于2016年和2020年轻松赢得爱荷华州这次的民调结果让特朗普阵营紧张不已。 更令人惊讶的是, 女性选民的支持似乎成为哈里斯逆转的关键因素。 这一现象反映在另一项独立候选人罗伯特·F·甘乃迪的支持者中, 该候选人虽已退选, 但仍在爱荷华州的选票上。 尽管如此,选举竞争依然激烈, 随着选举日接近, 哈里斯和特朗普都在全力争取摇摆州的选民。 哈里斯在密歇根州举行了一系列集会, 试图巩固他在中西部的重要影响力, 并以保持冷静, 继续前进的口号激励支持者。 而特朗普则在乔治亚州、 北卡罗来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集会, 试图保持其南部和东北部的支持基础。 根据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的报告, 截至周六, 已超过7500万美国人提前投票, 显示出选民的热情和参与度之高。 这场选举不仅是美国内部的政治角力, 也受到国际社会, 尤其是德国的密切关注。 德国官员希望无论谁当选都能够稳定双边关系, 然而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, 可能会对德国的外交和经济利益构成挑战。 这次选举的结果将对美国政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。 无论是哈里斯的领先, 还是特朗普的坚持, 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改变历史的关键。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, 两位候选人都在争分夺秒, 力争在这场激烈的选举中取得胜利。 这是一场不仅关乎政治领袖, 更关乎美国未来方向的选择。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,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,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。 我是楚天书。 我是谢琪琪。 选民世纪低落无可厚非, 毕竟在哈里斯和特朗普之间选择, 就像在苹果和橘子之间挣扎。 哈里斯有望带来女性领导力的清新气息, 而特朗普则擅长在推特上掀起风暴。 这种选择怎能让人不感到绝望呢? 这可不是什么绝望, 而是民主的美妙。 选民们终于有机会看到不同的选择, 哈里斯不像是拜登的延伸, 而特朗普总是能给大家一点惊喜。 这样的竞争激烈, 选民怎能不兴奋? 哦,当然, 这种兴奋就像是看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惨结局一样。 六成选民对候选人不满, 这可不是什么美妙的民主经验, 而是政治剧场的另一次演出。 早点拿爆米花, 这场戏还没完呢? 剧场, 这可是政治马戏团。 嘿, 我们有一位副总统在周六夜现场上亮相, 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娱乐吗? 选民们其实是享受着这场选战的, 每次民调都是新的高潮, 就像看一场扣人心弦的美剧。 美剧? 那么, 这场选举就是一部无聊的长篇肥皂剧, 情节重负, 没有惊喜。 即便哈里斯在爱荷华州领先, 他的支持者也得时刻担心, 因为特朗普可是有着惊人的票仓动员能力, 这就像在玩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游戏, 谁也无法真正赢得最终胜利。 游戏? 这可是现实中的权力博弈。 是的, 选举可能会像打游戏一样紧张, 甚至令人抓狂。 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人们有机会参与其中, 改变未来的结局。 无论如何, 这都是对民主制度的最好考验。 让我们拭目以待, 看谁会笑到最后。 我是评委和李,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。 楚天书和写齐齐的辩论探讨了当前美国政治选举的现状, 展现了对于选民心态和选举过程的不同诠释。 两位的表现都值得赞赏, 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。 楚天书的观点强调了选民的失落感, 将哈里斯与特朗普的选择比作苹果和橘子的困境, 生动地描绘了当前政治环境的艰难。 他的隐喻让人不禁思考, 这样的选择是否真的能激发选民的热情, 或只是加深了他们的绝望。 在楚的论述中, 选举被视为一场无趣的戏剧, 这不仅是对选民情绪的批判, 也是对整个选举过程的怀疑。 他的言辞尖锐, 指出了选举中的讽刺与无奈, 成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。 相比之下, 谢奇奇则寻求在这种困境中找到希望, 强调多样性和选择的价值。 他将政治比作马戏团, 强调了选举的娱乐性和参与感, 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解读方式, 让人感受到民主活力的可能性。 然而, 他的论点也显得过于轻浮, 对于选民的真正关切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。 选举不仅是娱乐, 他关乎每一位公民的未来和权益, 这一点在他的辩论中显得略微薄弱。 两位变手的立场各有千秋, 但楚天书的批判性思维似乎更能引发深入的思考。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, 选民的兴奋与绝望并非对立, 而是相互交织的。 谢齐齐的观点虽然充满活力, 但在现实面前, 选举的选择是否真的能让选民感受到变革? 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。 总结来说, 这场辩论不仅是对个人观念的碰撞, 更是对美国当前政治氛围的深刻反思。 楚天书的尖锐质疑与些齐齐的乐观展望形成了鲜明对比, 让我们在思考选举背后深层意义的同时, 也看到了民主制度的复杂性。 希望未来的辩论能够更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, 让我们的民主更加成熟和稳健。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、经济学家、媒体人、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